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考虑年底前辞职 专家表示川普的目标是引出深层政府 朱利安妮染疫发推文说感觉良好 川普团队审查密歇根投票机48小时后知道结果 三名知情人士告诉纽约时报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正在考虑辞职 他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宣布辞职 报导引用一名知情者的话说 自上周以来巴尔一直在考虑辞职 另一名消息人士说 巴尔目前的想法是 他已经完成了他打算在白宫完成的工作 据知情者的说法 巴尔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 巴尔在2019年2月被川普总统任命为司法部长 并获得了川普的信任 巴尔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前 与白宫的配合整体顺利 在总统竞选期间 巴尔还曾经警告 说邮寄选票将导致大规模选举舞弊 而在大选日后 巴尔很少公开露面 也没有对大选结果发表评论 12月1日下午 美联社突然报道说 司法部长巴尔表示 没有看到影响选举结果的大规模舞弊行为 对此 川普总统在3日评论说 巴尔对选举的调查一直没有开始 否则他会看到证据 川普总统对巴尔的做法感到失望 而美国空军退役中将麦金纳尼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对司法部长巴尔对美联社说的话 感到非常震惊 他甚至怀疑巴尔是否是深层政府的成员 以及他本人是否参与了叛国活动 另外 在近日多位证人在摇摆州的听证会上 出面指证美国选举的舞弊现象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表示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 只为打败拜登赢得连任 应该不是这次川普的真正目标 川普真正想对付的是 掌握了金融 科技 媒体 情报 司法和某些军事部门的深层政府 吴嘉隆表示 如果他们想决定作弊赌一把 首先要有把握不会被抓到 不会被监视器拍到 不会留下物证人证 这样作弊才有意义 而且不能让对手事先就有警觉 但早在今年6月下旬 川普就已经针对邮寄选票 容易提供作弊空间 公开发出警告 民主党却仍然在11月3号的大选中 硬要作弊 这说明民主党是被引蛇出洞 跳进了川普挖好的坑 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旁观者 你还相信靠作弊会没事会胜出吗 你真以为美国不行了是吗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 美国主流媒体一直封杀川普的新闻 因为他们这样做是没有用的 吴嘉隆认为 美国总统这么重要的位子 不可能靠这么粗糙的作弊就胜出 他还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测 川普肯定会连任 反观拜登应该急了 现在恐怕想承认败选也来不及了 因为大选作弊是刑事案件 不管是当选或没当选都会被追究 而且还扯出大规模有组织的犯罪 罪名将会是叛国罪 将来都会被一网打尽 吴嘉隆也强调 川普真正想对付的是总人数超过千人的深层政府 这是引蛇出动 设局诱捕的庞大工程 他还表示 川普2号的大选舞弊演说 宣称可能是他这一生最重要的演说 其实这是准备动手的宣誓 其中一项重点是逮捕叛国者 必要时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和戒严 就像林肯当年做的那样 另一个重点是要揪出在幕后干涉美国大选的中共 他相信美国和中共的关系还会再恶化 最坏的时刻还没过去 我们再来看另一条消息 尼歇根州的一名法官12月4日下令 授权对该州安特里姆县的22台多米年投票机进行取证审查 川普法律团队高级顾问埃利斯 周日上午对福克斯节目说 我们的团队今天早上8点半左右进去 将在那里待8个小时进行取证检查 大约48小时后会有结果 这会让我们对这些机器了解更多 川普团队对法官授权审查多米年投票机的决定表示欢迎 川普法律团队负责人朱利安尼此前发推文说 这是诚实选举的巨大胜利 密歇根州安特里姆县下令对22台多米年投票机进行取证检查 就是在安特里姆县曾发生多米年投票机将6000张川普选票转给了拜登 法官的命令指示 安特里姆县要维护保存和保护所有用于选票制表的记录 法官下达的命令中没有提到总统选举 然而安特里姆县却因为在总统机票过程中所出现的事件 引发对多米年投票机的争议 这个县的总统大选机票最初结果是拜登获胜 遭到质疑后发现多米年系统的所谓故障 使得6000张投给川普的选票转给了拜登 最终川普赢得了这个县 这个县的书记官后来表示 这是人为错误导致的 但多米年已经被多位证人指出 存在将川普的票转给拜登的现象 鲍威尔律师之前曾表示 他手上掌握了大量选举欺诈证据 还掌握有多米年实时操控选举的照片 鲍威尔律师已经在乔治亚州和密歇根州提起诉讼 周日下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明确表示 这次大选是舞弊和骗局并不是选举 蓬佩奥发推文说 委内瑞拉的选举舞弊已经发生 非法的马杜罗政权宣布的结果 不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 现在在美国正在发生的是舞弊和骗局 而不是选举 白宫新闻秘书麦肯纳尼周日发推文说 民主党曾经要求进行大规模邮寄投票 民主党在美国许多州取消了签名核查 选民ID和截止日期等保障措施 在一个从没有试过的选举系统中 统计异常现象全国都存在 现在民主党人说不要问问题 这是错的 另外周日下午川普总统发推文说 迄今为止 纽约市历史上最伟大的市长朱利安尼 他的病毒检测呈阳性 朱利安尼在6号晚上发推文说 感谢我所有的朋友和追随者的祈祷和祝福 我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感觉很好 恢复得很快 一切都跟得上 川普团队律师埃利斯周日傍晚发文说 为朱利安尼市长祈祷 他是一名坚强的战士 川普法律团队将继续我们的重要工作 为选举诚信而战 我们在每个州都有一支强大的团队 以及能干的当地律师 我们的工作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会继续努力 计算所有合法投票 川普2020年竞选团队经理米勒 在得知朱利安尼确诊后 发文说 朱利安尼市长是最棒的 他永久改变了纽约市 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他是在911事件后 将国家凝聚在一起的 具有团结力的人 他是川普忠实盟友 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中坚力量 我们祝您早日康复 朱利安尼曾是共和党的温和派 最初担任联邦检察官 起诉了许多有名的犯罪集团首脑 他接着在1994年到2001年 担任了八年纽约市市长 在市长任内 他努力降低犯罪率 并改善城市生活的品质 在纽约的世贸中心 遭受恐怖袭击的911事件期间 担任纽约市长的朱利安尼 以他突出的坐镇领导能力 闻名全球 也使得他被《时代》杂志 列为2001年的年度风云人物 在911事件中的指挥表现 还使他获得了美国市长的美称 另外 在周六晚上 川普总统在乔治亚州 举行了选举后的第一次集会 据《网关专家》报道 这次大规模的集会 仅在三个保守派媒体上 观看直播的人数 就超过了50万人 这三家媒体 一个是右派广播网 直播时有超过27万人正在观看 另一家是英文新唐人 接近16万人正在观看 在川普的YouTube频道里 有近7万人观看直播 直播结束后 继续有更多的人观看川普集会视频 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 乔·拜登之前发表感恩节电视讲话时 只有一千人观看了他的发言直播 不过 这依然没影响主流媒体 继续吹嘘拜登是历史上 最受欢迎的民主党政客 好的观众朋友 我是李源 欢迎您点赞订阅并传播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在视频下面留言 发表您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